准备好工具 慈祭人开始清扫 92岁徐老先生独居 院子满是淤泥 看到这么多志工帮忙 很感动 另一边也是独居长者 80岁的陈老太太 我想感谢你们 本来是三天的行程 今天就一下就把你们搞定了 彰化田中山脚路 大水退后留下淤泥 37位慈祭之工协助清扫五户民宅 多剩下一些老民家住在这里 那我们不来帮忙的话 他就是刚才他们儿子说 他全身穿到三天就要回来拼 里长积极联系李明 出动小山猫清理 用这么多的慈祭师兄师姐来帮忙 实在是感恩 再感恩 里长太太则切了凤梨 慰劳大家 这不是咬 这也吃平安 慈祭之工送上祝福礼 乡亲倍感贴心 在彰化西湖 张水路的三合院淹水 志工前往探室 也制赠生活包 给予受灾乡亲一份关怀 大爱新闻 张贵端 杨俊廷 张华报导 我暂时就赶紧由 高运来 ges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